要 要 要炒这个 炒这个 充满族群特色的风味小吃美食街 这里是新竹县武风乡 清泉温泉风景区外的后车厅规划区 近年来店家自主性高 加上观光客需求 由贩卖农特产品渐渐转为美食街 而在今年十月底 因新竹县政府另有规划工程 必须拆除美食街 店家寒苦 盼望能另外规划摊饭区以维持生计 我们摊饭者也是有好几个都是单身家庭 对 有很多一些行动不方便 那我们就是靠着我们摊饭这样在这边做 所以维持我们的生活生计 我们也只能配合我们乡公所 这样的年纪都不能工作 我们就是靠这个吃饭 政府能够帮我们留在这个地方做个摊饭的话 我们非常的高兴这样 相公所表示清泉温泉风景区早在设立时是都市计划用地 协商设置的美食街位置属于后车厅而非摊饭区 大约四五年前因为游客见多 以及为了居民生计而与政府协商 在此设立临时农特产品返售区 协调过 那些这个在那边贩卖的是将来有一天如果那边有需要政府有工程要施作 或者是有其他的要求的话可能会请他们这个撤离 至于未来是否会设立摊饭区 相公所表示需要等县政府相关工程施作之后 视情况在与县政府进行讨论协商 记得Lovab 把号新竹五峰采访报道